各位先敬大家午安 主席我请吴部长 好请部长 陈伟你好 部长你好 是 幸福一下喘口气 你好辛苦 谢谢委员主教 是的 我想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之下 政府所推动的任何的政策与改革 都会有产生不同的意见 以及舆论的批判 那么12年国教的推动 在己任的教育部长之下 没人敢承担 无人来认识 只有在吴部长的任内 刚刚部长说了 勇敢破例 有行政院的支持之下 我们终于敲定 对吧 我们要在民国103年 9年国教实施了43年了 是的 要实施12年国教 那么我想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的政策的推动 任何的改革 如果单位部会首长呢 如果是悠惨 这个位积的话呢 那么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政策来负责 根本就无法推动任何的改革 部长您认为呢 是我想 这也是一个因缘 就是说学生的量在减少 而社会的期待这么高 国际上超过10年以上的已经有60几个国家 台湾再不往前走 我们竞争力就会消失 所以社会的期待我们听到了 所以我们努力要去做 而且这几年年系1、20年的努力 历任部长的努力啊 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提出来 没错 12年国教呢 是现在社会各界非常殷切期待的重大教育的工程 我想也是历年来最重大的教育改革 那么更是呢 这个台湾的教育史上呢 最革新的一页 也是让我们国民教育呢 步上正轨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12年国教的相关政策的讨论 也是盛况空前 部长您说是不是 我想推行9年国教那时候的时代 现在比起来的话 现在更多元更开放 所以社会各界的这个讨论 这个意见 这个褒贬 就想让部长您 一肩必须承担起来 现在条件比当年好多了 9年国教那时候 连教室都没有盖 一年后才破乱形的这个设计都出来 政策就在实施了 师资连师资都没有 五专业建部都可以当国中老师 在补修教育学分 那今天我们各种的师资设备 整个学生的就学纪约率 也都比以前好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不做永远在原地踏步 那要走出去呢 当然会有困难 会有挑战 我们原理承受 原理的悉心接受各界的主教 是的 愿意承受 愿意的悉心 来接受各界的批评与指标 部长 以及所有教育部的同人们 关于12年国教相关工作的同人们 本期在此 要问你们一句话 部长以及各位同人 are you ready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各位同人准备好了 齐声的说 我们准备好了 good 向前走 好 那么12年国教的各项的配套措施呢 包括我们这个学区的规划 免试入学的比例 以及超额的比须 我想各界众说分 于整个暑期的当中 我想教育部的接受了很多的批评的指标 但是到现在 本期所认知的还是莫衷一事 我想部长各项的配套啊 我们需要在更各界跟社会呢 在进行充分的讨论之后 我想部长 教育部必须整合各方的意见之后 要坚决你们的立场 不要朝令夕改 现在只听一句 不然又改变一行 让学生 让家长不信任感 不稳定感 告诉我 你是有任何行做 还是会做还是会做 不然整期不要再插 不然就回复好了 29个方案 行政案都已经核定了 所以我们也会照着既定的方案去执行 那么唯一的就是那个日学方式有因地之语 所以才说 这段时间让各县市教育省委员会提出他们的一个地方的共识 是的部长 那么我想您今天也猜得到本席今天要跟你讨论的重点 那么配合今天的预算审查的工作 要跟部长讨论的是12年国教相关的财务规划 部长在行政院在9月20号正式核定通过12年国教政策 是吧 在9月20号 对对 好 那么就本席所知我们12年国教的政策呢 您刚刚也提到了啊 七大项工作项目 十一项这一个呃 配套措施 二十九个方案 是 那么其中有没有包括我们的财务规划 财务规划有 有没有 有 OK 那么我想一项的新的政策的这个呃 推行必须有具备完善的法令规范 除此之外 最重要更重要的当然是有筹筹充足 稳定 是 这个财源 刚刚许多委员都在关心我们国教 要做的成不成 我想整个教育改革 我们现在在实施的 大家都烦恼有钱啊 没钱 因为政府一直每一年 都在靠腰说没钱 哈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很怕 真的政策要推动 要有钱 有钱人时 过头 每个人都要钱 不然不是有当时 一些事情也不是有钱 就做得上当时 但是没钱 你真的做不到 财务就有好转了 但是因为需求各部位都提了很多了 所以永远不足 好了 到目前为止 十二年国教相关的法令配套 教育部 教育部 我们现在也还没看到你送交本院审查 财政策财政策策的部分 也还没有明确的规划 说实在话 您那几个数字项目 都没有说明你的财源 ok 那么外界现在的误解 部长我现在 把一些事情说给您听 我会留机会让您来说明 好不好 那么呢到底十二年国教 是在算这个还是算这个政策 会不会改变 是不是因为裁员每一年来 从错不到的时候 那么会不会就又落空了 那么日期会不会延后 这一些我想 这一个 对这个十二年国教的 的实施 对于他这个慎重性 这个完善性 这个严谨性 是不是您现在呢 有做的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希望 教育部呢 能够对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准备 那么我刚刚所提到 我们的法令我们的裁员 这两项我们必须要 要把它 立法完成 包括这个法令的部分 也包括这个裁员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希望部长能针对这两样 待会给我回答 首先我先请教您 官员裁员的部分 部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数字 对我们十二年国教 所需要投入 以自信的建制经费 有多少钱 还有每年度 所需要的 经常性的费用 又是需要了多少 这个相关于呢 我们往下 在讨论我们裁员的这个能力的部分 部长您请回答 谢谢一百年度呢 我们首年国教编了两百二十四亿 那么这个一百零一年呢 我们编了两百八十八亿 有成长 那么另外呢 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四年呢 分别编三百零七亿 三百四十亿 三百六十八亿 那么教育部是本着 零基预算的原则 检讨知应 不足部分的行政院会给予额外 这个给予 那么行政院 行政院的说法 我们待会讨论 那么根据预算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重大公共工程建设 及重大施政计划 应先行制作 这个选择方案 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报告 并提供查研筹措 及资金运用之说明 使得编类概算及预算案 并送立法院备查 部长 你在九十九年度 就编列了一百年度 有关于十二年国教的预算 对吧 之前 你有没有送立法院来备查呢 有没有事先针对 这个重大施政计划 做裁员筹措的说明 九十九年度 十二年国教还没有正式定案 所以我们只是说 十二年国教的先导计划 相关的配合金会编列 所以不是这个十二年国教 因为十二年国教是到今年九月二十号 才正式定案 好这个是您对一百年度十二年国教预算的说明方式 好不好 那么现在从现在开始 我们从一百年度要编列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OK 甚至到一百零四 这是您教育部给我的资料 这些经过 你们有没有打算 做这一个政策的财务规划 进来立法院备查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计划 有没有在实施这一项 十二年国教算不算重大施政计划呢 算不算呢 因为照委员的说法 是一种新兴的计划 那十二年国教其实先导计划 我们已经逐年在做了 那相关的进化 行政院已经答应说 这个预算法第三十四条 就是规定的这么清清楚楚啦 我想你们还是要针对 要尊重 好不好 要尊重 那么今年九月八号 部长到总统府 报告十二年国教的政策 当时候呢 得到这个财政部的一个承诺 是吧 是 每一年两百至三百亿的这个预算 财政部给予统筹条度 确保无余 对 有 是吧 这八个 八个字的牵沿 对 对吧 当时候 当时候 那么财政部的行政院呢 表示会全力支持 不会影响政策的实施 那么呢 也不会比照当年十四九年国教 另外征收百分之五的教育权 是 那么凭着这八个字 部长 您认为行政院统筹条度 需要我们教育部 自行条度 还是动员整个行政院 各部会的这个总预算 哪一种 会有可能性呢 在本 这个灵机预算的原则 我们会去调整 注印 那部阻部 行政院就是保证金钱力量到位 部长 我们不能特当 都在那里挖钱 都在卿钱 是 不能特当 你这样子做下来 如果是我们 只要我们自行调整的话 就会严重的排挤 我实在时间不够 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几个例子了 你现在101年的这个预算里面 确实排挤到国教师 宗教师 记职师 证 那么刚刚这个高教师 这个少的四十几亿 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想细看之下 应该是会有的 应该是会有的 十二年国教排挤 那本身是高教经费的条件 部长曾经也表示过 希望十二年国教的经费呢 也能够立法保障 这样的立场 你敢有改变 你是不是也是真希望 这样是不是 那透过立法的保障 我们十二年国教的经费 以后我们才能执行 无误是吧 是 能够立法保障是最根本的做法 是不是 那么配合行政院组织再造以后 我想我们教育部 以后这个清府会 还有什么提委会 还有十二年国教 在纳进来之后呢 教育部的预算 势必要提高 没有错 是吗 是 那么这个刚刚也有委员提高 提到这个教育边列 什么地方政府的预算呢 这个平均不得低于 百分之二十一的部分 有委员建议必须要来提高 我想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已经也不符合现在的时代了 是不是 那么本席呢 明年到22.9 你说哪一年 明年啊 明年会到21.9 22.9 OK 我们来看看 不符合时宜的 这所有的法令 我们都是要来改变 那么最终目的 我们是要让所有的裁员 能够合法立法 好吗 来保证 那么本席依据 这个OECD的平均水准呢 提出教育经费编略与管理 那来足够来指引 部长 你敢不计划 用OECD这个标准 比较 恐怕会争议比较多啦 用延期三年的结算21.5 提高22.5 平均三年 平均三年啊 这也是啊 三年多的国内生产毛额啊 五百亿的话 考虑到中央可能有那些困难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啦 好不好 不要太想说不可能啦 不然你这样 两三百亿 你那不朝这个方向的话 你如果跑出的方向 永远每一年都有排挤的问题 两三百亿这个行政案没问题 他会答应的 好 谢谢部长 谢谢